臺灣網路天才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近日訪問加拿大 首戰來到多倫多新創中心 和加拿大多名數位社群領袖展開座談 唐鳳不改連珠砲般的演講風格 從自己少年時代接觸網路世界 一路談到臺灣如何推展數位治理 建立開放政府 會中與聽眾交流不斷 毫無冷場 唐鳳的演講內容與個人魅力 獲得加拿大社群領袖肯定 Code of Canada主席分立表示 雖然自己是第一次與唐鳳見面 但唐鳳在加拿大早已建立名聲 更大讚臺灣在開放政府上的創新做法 是加拿大的模範 台灣有些新的事實在做新的事實在 其實有更加很隔陈的表現 和更加持人的統一體 和技術體系統 歷史提供提供 按照來自行的政府 和民主機制 在日常後 然後那些積慶 投資的 提供的見面 我認為他們是個名字的 在每個部門 都有所謂的 建設計師 唐鳳這次出訪加拿大 目的在推廣臺灣的暖實力 也就是透過數位方式 來促進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唐鳳指出 目前世界各地的民主政府 都面臨著人民對工部門 重建信任的挑戰 藉著分享臺灣的做法 就像是提供拼圖中的一小塊 盼能透過國際交流 共同拼出更完整的圖像 總統共同拼出更新的 請進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總統共同拼出更新的 稍後市中的佛建議 總統共同拼出更新的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總共同拼出更新的 委員長